今天要来说一个少女情怀总事师的故事 我们的女主角小恩是言情小说的编辑 给我一个霸道总裁吧 时不时就会幻想自己在虽小的日子里 会有个霸道总裁脚踏七彩云出来帮他脱鲁脱贫 而我们的男主角贺天行 还正好就是天亮集团的CEO 颜至高气质好还会唱片尾 他对不起我耳朵要怀孕啦 有致称的姚总编总是找小恩麻烦 害小恩常常假借心灵治疗型偷窥之时的 在天台偷看楼上和CEO 意外看到天台上面正上演著炮仔生豪门征产的戏码 你也知道有钱人家总是会取个三妻四妾 找找小三也不为过 我们的贺CEO又正好是那个淘Ca 花心老爸倒下后两房权力斗争也就正式搬上台面啦 同父异母的大姐贺名利争权夺利真犀利 天亮集团都快变成名利的形状了 虽然名利可爱 虽然名利可爱 在董事会上弄掉我们贺CEO的当A大位后 还为了遗嘱把贺天行真的逼上天 人倒霉放屁还冲脚后跟 事情就是堵啊 后我们的女主角小恩目睹了贺CEO被害飞天的过程 又在她被强行转院的时候 还被和CEO霸道抓了嫩嫩的小酒搜 啊现在是怎样 人帅就可以随便牵人手 人丑就准备被警察背背抓走 不知道是害嫂还是众猴的小恩一回家 马上就高烧晕睡了过去 羞羞羞 起床之后 突然发现淘Ca变成自己的坏坏老板 还说自己是司徒傲然 小恩才发现自己掉进了即将出版的 言情小说总裁你坏坏的世界 郑小恩 如果不是做梦穿越或迷流 你有机会这么接近和天行吗 难道你不想好好把握把握吗 该己不是傻人想的这么简单 小恩的美梦马上就破灭了 自己演的居然是姥姥不是女主角 阿贺 而在这个室宫里的女主是 碧月羞花成余若燕 清国清城国色天降 天生力值清理 脱俗花容月貌 明侯耗时美艳 绝世美国天仙 布拉布拉布拉的傻白甜女孩楚楚 阿她都叫楚楚了 不意外就是会有一万种楚楚可怜的方式 需要人来保护 楚楚的存在也都是为了让总裁耍帅 但是小恩小恩不是省油的灯 由总裁学专家称号的她 当然非常了解小说里的套路 决定跟楚楚来争夺女衣的大位 哈哈哈哈 反派女士把逆袭成为女主角 不愧是总裁学专家 哈哈哈哈 接下来你知道的 一个浪漫的故事 一定不能缺少的就是女主角摔倒 被车壮掉进水池 从树上摔下来布拉布拉布拉这些套路 而楚楚这种生物 肯定无法抵抗男主角霸道的秀秀 小恩为了让楚楚远离这些桥段 自己爬上了冷冻车帮人拿手机 搞到自己差点变成冰棒 阿主角都有个光环是死不了的 司徒傲然当然会来救她 可是飞天总裁一跳 生死难料 但我们司徒傲然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三两下就把小恩给救下 还要搭配头也不回的离开 这就叫专业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 小恩期待引起司徒傲然的注意 只是这个注意跟他想的有一点不一样 司徒傲然竟然认为他就是冲康楚楚的有心之人 你怎么知道楚楚会有危险 他会知道楚楚会有危险 这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你就是设计陷害楚楚的主毛 我是主毛 对 就是你 那我绝对不可以放弃 司徒傲然是我的 是我的 总之整部戏就是又有又去又搞又笑又骑又患又刺又击又浪又慢 接下来的故事爆雷一时爽全家火葬场 You are fired 我不能告诉你 你自己去看 每个礼拜日晚上十点台式播出的浪漫书给你 早看早享受晚看会妖兽 揪咪